豆腐然後我是一名高東生 然後就是我的三個關鍵字是高東生菜鳥UX 跟就是某些大圖的畫手這樣子 那這一次的這一次 阿松的大圖是我畫的這樣子 對然後有人要來自我介紹嗎 剛剛好像是Eric還是 是Eric OK好那我接著介紹好了 對我是後端 今天大學剛畢業 然後常用語言是Python 那還有誰想做個介紹 好那沒有沒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就等30分的時候直接開始 那今天的導覽時間大約會控制在60分鐘以內 然後我們會帶大家就是一次逛完就是15個專案 那目前來看的話 應該是會有13個會議室要參觀嗎 還是還是什麼的 應該是這樣子吧 好 總而言之呢就是我們 我們會在這60分鐘之內 就是帶大家大家先晃一圈這樣子 然後就是待會兒有一些重要事件 等一下再來講好了 那大家在開始之前可以就是先問 就是大家都可以 就是歡迎大家來問我就是任何有關就是GNB的問題 那我也很樂意回答 那 對 然後呢就是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GaryTown的一個跟隨的模式好了 就是如果你想要跟隨我 然後就是不想要就是 就是在我走的時候就是都要按著方向鍵就是來跟隨我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點擊就是畫面左下角 有一個就是有一條工具列 那它上面就是最上面那個是設定 中間是建造 然後第三個是日曆 然後第四個是對話區 然後最底下那個就是participants 就是做的參與者名單 那大家就可以先打開那個參與者名單 然後找到我 然後我的名字是星球大使 然後海粉豆腐 然後括號Terry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點擊我 然後它就會有 它會有兩種跟隨的方式 一種跟隨的方式是直接Follow Follow的話你就是直接可以handle 你就可以直接就是不需要控制方向 那其實不需要控制方向鍵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跟著我這樣子 那如果說就是 你如果想要就是在逛的過程之中 然後隨隨自己看看的話 那你可以就用另外一種跟隨的方式 就是locate on map 那locate on map呢 就是比較不一樣 它是需要就是你自己就是用手動控制的 但是呢 就是它會就是用一條咖啡色的線 或者是其他顏色的線 來來定位就是我自己的位置 或是就是定位其他人的位置 然後就是你就可以隨時就是在導覽的過程中 直接先走開 然後就是你也不用怕 就是說我現在在哪裡這樣子 因為就是隨時隨地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在哪裡這樣子 對 然後呢就是在 嗯 好 那目前快要開始 那應該可以把這個講一講 好那就是這一次 這一次導覽團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想要 想要讓以往的大家 就是找到各自屬於 就是屬於各自的專案參與 所以就是說 這個活動呢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地方 然後就是可以直接 開始 hacking這樣子 直接進行參與 所以就歡迎歡迎隨時拖隊入 就是進去就是專案房間 專案房間就是進行各自的討論 所以就是目標就是 大家在這一次的 就是這個 希望可以讓這個導覽團 在導覽團結束之後 就是大家都不見 然後就是到各自的地方這樣子 對 好 那時間也差不多 要開始 大概就是兩分鐘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等一下下 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都可以打過開發詢問 就是操作啊 或者是有疑問 或者是很詳異投誤的 我覺得 都可以再跟我們說一下 謝謝一節 對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有没有先问那些违法厂商 有没有先问过意见 然后才做成决定呢 还是说一开始就觉得说 这个案件好敏感 我们行政机关不想要扛折 还是干扰当事人 所以就先把他打掉这样子 对就是去测试他有没有落实法律 这个跟data.gove.dw 还是GTV之前做过的project 其实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坑主 就是我是新手台湾台湾长豆腐 然后就是就是我今天带了一些就是新参者 新参者想要过来就是请教你 就是你这个专业是在做什么的 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 那我再从头播一次投影片 那简单来讲 我们先讲一下整个概念核心精神 就是去研究政府机关对政府资讯的申请 是不是的落实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整个机制来讲 其实大家常常会去要资料做一些自己的开发利用等等 那那一方面是比较像开放资料运用的一环 但是我们在讲的政府资讯公开 它其实是一个法律正式运作的机制 当人民去要一些资讯 然后被拒绝的时候可以有征送的手段 这是一个在成熟民主国家 用来NGO NPO还有新闻媒体 用来监督政府的一个好手段 那假设你对政府机关有一些不满 就是说你觉得他疫苗 有人去觉得说他打的人员都很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可以打中央政府官员 那你就可以去要一个名单 是说现在政府 中央政府已经打疫苗的官员有哪些 这个可以用申请书去要 然后要求他缴出名单 这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机制 但是这个法律机制 我们在台湾运作不好 除了法律本身设计的比较保守之外 法院的运作行政机关的运作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其实有很多比较法上面的东西可以讨论 但是我们这边比较不做规范研究 我们是做一些经验研究 经验研究去了解事实层面的东西 那其实唐凤这边他是也有讲说 NGO民众多半在这种诉讼不会赢 这是引研 那台湾的运作其实就是全球排名倒数垫底的 比中国还要差 这方面政府资讯公开做的非常差 那很多坏处 例如说你只能要很有限的资料 你不能比如说他用的演算法是什么 我没办法去要到 那后面比如说司法院之前 那个系统做太烂了 还在用Windows Windows Me 还是什么的 有一些系统这样子做 那你不能去要说他里面整个 Infrastructure它的布置情况是怎么样 你只能要一些文件记录等等 这个就有点鸟 那很多很多问题 就是大家可以再进一步参考我的投影片 那也已经就因为这些问题 所以导致说这整套法律制度运作不张 那我们台湾之前最有名的就是 克刚案 那之前调克刚的时候 有些高中生不满说 国民党政府有去台湾化的迹象 然后后来民间有一个台权会 台湾人权文会 对就他们有去要一些克刚審议 调整克刚的过程的一些会议记录等等 这是蛮有名的一个诉讼 实际上就是这么用的 那我们这个计划 就是看到现在的这个问题 所以想要实际对政府进行测试 我们就写一堆申请书 去测试说他的态度 政府机关面对申请的时候态度 到底是怎么样 好 好 谢谢 整个精神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整理判决 去找一些以前的人要过什么样的资料 然后法院有没有赢 有没有判人民书 或人民证书这样子 对 好 好 谢谢坑主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就移动到下一个专案 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就是政府资讯公开 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 欢迎识识辣对 然后就加入他们来讨论 那我们就进去 我们就去参观下一个专案 好 看起来他去吃午餐了 没关系 OK 诶 可不可以大家都去吃午餐了吧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呃 我卡住了 好吧 看起来大家都去吃午餐了 呃 我看一下 哦 这边 这边应该有 算了 好 我们先参观这个 对 隆尼你赶快先介绍一下 好 那大家好 那我是隆尼 那我分享一下荧幕好了 有看到我一幕吗 有 有 好 那 呃 我 我 要做的事情是因为本来有一个专案 叫做中央政府总预算 然后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 它是就是G&B的第一个专案 可以看得到有2021年 最新资料的一些资料还在这里 但目前想做的事情是说 因为其实这边只有预算 但是政府的那个 呃 发费的话有分预算 法定预算跟绝算 预算是行政院自己每一年会定说 哎 我明年我觉得我要花多少钱 这叫预算 然后行政院会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就会去 立法委员们就会去审说 哎这个我觉得合理 这我觉得不合理 然后可能会砍 最后会有个最终定案的 那叫做法定预算 然后绝算就是每一年实际上花的钱 那所以 我之前前几个礼拜 我已经花时间去做资料清理 所以目前资料清理的 是已经做到一个这样的界面 然后这个界面是我已经把 比如说各个政府机关 项链的那个预算 预算案 法定预算跟绝算资料都整理出来了 所以这边也看到 就是比如说高雄地检署 还有这些科目 这些预算科目 然后他预算当初编多少 最后通过立法院后 过的是多少 跟实际上花费是多少 所以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资料了 那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还不太够 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资料还蛮粗的 就是一般建筑 什么交通运输 一般行政 但其实往下 其实还可以再到更细的科目 那目前我想要统整的资料来源 是来自于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因为政府在开放平台这边 如果你搜寻预算 你可以找到 搜寻预算或决算或会计 可以找到超多超多资料的 比如说要收个决算 因为每一个政府部会 他每个月都可以产生一个月决算 然后产生了月决算 然后就会变成说 政府有多少部门就有多少决算 然后每个月甚至每年又会有 所以这边其实你看到 我们数量总共有900多笔的不同的资料 然后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是 我想要把这里面的决算 因为这里面的决算是可以细到月 而且它的那个科目是再更往下一层的 我想要把它能够统整进这个界面出来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细的资料 这是今天的目标 那再长久一点的目标是 希望说那个 可以把标案 例如说这边这个交通与运输设备 当初买这个设备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有开什么标案 那这个标案能不能也连接进来 然后以及这边其实都只有中央政府而已 那有没有地方政府的预算 然后或者是甚至说像什么 那个纾困专案 纾困可能作为一个2000亿的一个纾困的一个 纾困预算 那纾困可能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那怎么样把这些都会连接起来 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可以做的事情 好 所以以上大概是我这边专案要做的事情 好 那这边谢谢Ronnie 那大家如果对于 对于那个 中央政府总预算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 那大家 那欢迎大家就随时留在这边 然后跟大家一起 去跟Ronnie进行讨论 好那我们就是跑到下一个地方进去参观 OK 周福你可以回到3号的会议室 我们现在回去了 我们现在回去了 3号也回来了 3号 3号 周福可以先到3号吗 3号 哦对因为刚刚好像有人 对刚刚没有人 对刚刚 OK 我真的要先不要讲话吗 哇 可以穿梭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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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Isabel 那Isabel你要介绍你的专案吗 是我要讲一下 就是这边是新手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点我的那个 可以看到 有看到那个专案 就是我们的 Share Screen Share Screen上面 有我们刚刚已经改了一下欢迎词 那欢迎词里面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 就是欢迎大家加入聊天室 然后我们简短讲了一下 G0V是开源模式行动主义 和公民精神为基础 推动开源协作 寻求解放的社群 那建议大家可以先读一下 G0V宣言 那接下来就有四个步骤 就是可以希望让大家可以更快速上手 一起开公共线 那大家如果对 就是另外下面也很快有英文版出现 那如果大家对现在这个版本有什么意见的话 都欢迎直接写在HackMD上 或是等一下就是留下来 或是来跟我们说 我们下午会再聚集一次来讨论这样子 谢谢大家 好谢谢Isabel 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专业有兴趣的话 那欢迎试试辣队 然后就是跟Isabel进行讨论 好那我们下一个 来 来听听他们的专案是什么 嗨 大家回来了 抱歉我刚刚去厕所 没关系 好我们这边是Disk Factory 然后我们之前一直是在做 违章工厂回报系统的专案 然后是一个让用地图 然后让如果你是住在农地旁边的人 你看到附近有新盖的东西 我们就会帮忙检举的一个系统 这是一个超大型的城勤 然后Google Map的东西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 其实会关注到这个专案的人 大部分其实是键盘族的人 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让更多 手边不是住在农地附近 但是也想要帮助到台湾 守护农地的人可以参与进来 所以我们就在开发一个 卫星图的比对专案 然后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做出来的 卫星Prototype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 今天最主要是想要请大家来试用这个东西 然后最主要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原因是因为政府有规定 2016-520之后的违章工厂 因为它是新增的 它就没有就地合法的资格 应该要急报急拆 那就算不拆 它应该要做到断水断电 为什么现在断水断电很重要呢 因为其实违章工厂是一个台湾的历史问题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不让心的 就是被止血的话 那旧的要处理就更不用说 有点像是你家漏水 但是如果你不去把漏水的源头堵起来 然后你在那边用点盆接水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源头堵起来 然后我们希望政府 其实这边有5万个 已经标出来的违章工厂 迪式的违章工厂点位 然后如果说空拍图可以直接看出 它就是2016之后的 那它就可以更快的让地方政府去查处 或者是我们可以找到更多在地人去拍照这样 然后这个Prototype 就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测试一下 然后看有没有什么样建议 或者是就不管是整个商业上的建议 然后比对逻辑上的建议 或者是照片图资来源的建议 或者是整个界面上的建议 都可以就是写下来给我们 然后我们的网址写在 我现在把它写在旁边 等一下教学 大家可以点进来 然后到时候到我们的Select Channel 那边去留下你们的建议 大概是今天的目的 好OK 那谢谢TheSpectory的二代目称主 然后我现在被挤在里面 多一下多一下 好像穿不过去 好没事 我的电脑源出bug 他好像没办法进去穿越 好OK 那 等一下 好OK 那就感谢TheSpectory的康主 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 蔡主委张空谷有兴趣的话 那大家欢迎留在这边 然后跟康主订讨论 那下一个 啊我想想看哦 又会跟着一把 哦恰似一串 啊啊啊啊 天哪 什么一大堆人啊 好可怕 新手啊 新手圈 新手导览团 新手导览团 嗯 来到阿赖吗 还是民事小学校 应该两个都有嘛 对不对 哈啰 对 因为就是 就是 对 大家如果对那个 呃 欢迎大家就是 如果你之后就是 呃 想要就是 持续参与距离力转案 然后跟就是你对教育 就是教育类型的转案有兴趣的话 就欢迎持续来参加阿赖 然后我们就是现在在测试中 然后欢迎就是 你可以测试一下 然后可以帮我们写一下那个 就是一些建议 然后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 刚刚我也有介绍那个 在下学习实践表 那个今天也可以玩玩看 然后有什么任何想要讨论的都可以来找我 这样子 然后下礼拜我们的营队开始报名 欢迎大家下礼拜来报名 就这样谢谢大家 耶 谢谢贝斯 好 那大家如果对教育专案 相关的东西有兴趣 或者是就是 呃 阿赖有 阿赖这个专案有兴趣的话 那大家欢迎就留下来 然后跟贝斯进行讨论 好 那下一个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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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下一个的话 那我们就换个 嗨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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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Johnson你要跟新手 请你介绍吗 好啊好啊 那大家一进来 就是马上被那个 那个 我的ScreenShare抓走 哈哈 对好 那这边的话 我可能用 就是可以切换到我的 就是昆祖No.7 Johnson的画面 这样子 对 然后 呃 我们在今天早上 大家有听到 比林的就是 就是 祷告的话 大家就知道说 我们有做一个chatbot 然后 像我们的chapot 目前的qrcode 就放在这里 对 那如果 如果 大家等一下来不及扫的话 就记得我们的ID是这个 appcofax 然后 这个真的假的机器人做的事情呢 就是 让你可以在 LINE上面遇到讯息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 长按 然后 分享给cofax 真的假的转存查证 这个 这个LINE的机器人 然后他就会 如果上面有回应的话 他就会自动的去告诉你说 哎 这个讯息 他的一些 就是 他是 嗯 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这样子 那今天大家就是 好 那今天这边的话就是 如果大家看到 嗯 cofax这边我们 看到上面墙壁上面有这个 cofax cw hack 或者是 嗯 就是到我们的这边 这个 我打一下哦 嗯 嗯 对我们的这个 cofax cw hack 这个协作页面的话 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边是 呃 希望可以有两种人 那一种人的话就是 呃 如果你是工程师的话 如果你刚好是写 reages 跟nojs的工程师的话 那我们这边其实是有一些 在github上面 我们其实有放一些issue 对是已经标记说 其实是可以在 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一些东西 那主要是website比较容易 因为website要假期还进来 比较简单 那其他这两个 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这样子 那像今天的话 已经有一位 呃 非常感谢就是今天其实 一大早 就有 就有参与者 对就是 认领了其中的一个issue 对 他是 呃 对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Kiki 对帮忙就是 来开始改一些 改进我们这边的UI的一些issue 这样子 然后 嗯 另一方面是 这个 对 就是 比林这边有帮忙 就是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做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辟谣 然后辟谣的方法的话 其实就是 嗯 可以帮 再到covac这个网站上面来 帮 写到好的回应先按赞 然后尝试就是主题的分类 以及 嗯 去等你来查这个地方来打 看讯息 然后 具体就是详细的辟谣教学 的话可以在共比的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有一个详见辟谣教学的部分 如果大家点进去的话呢 就会到这个网站 然后 他这边其实就有一步一步的教大家说 哎 如果你觉得很难的话 你就先复合别人的回应 然后可以怎么做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哎 如果真的要开始找查询辟谣的 就是你想要 你想要开始去试试看辟谣的话呢 这边有教你如何去 呃 就是要去哪一个地方 然后要筛选什么主题 那就是你可以筛选有兴趣的主题来做事情 然后也有教你说 哎 这个看到一则讯息之后 你要怎么分析这则讯息 然后找到更多的资讯 然后 以及要如何撰写回应 那这些详细的内容呢 其实都是放在这个 我们的共笔上面的这个 TL教学 对 那等一下我们都会在这边 然后就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 或者就是等一下一起来加入 嗯 好 想要补充的吗 哦 罗恩 李卡丘 如果你不知道URL的话 你走过来一阵面墙 按X 都会 都会带你到 都会带你到 各位的关系 好 然后欢迎大家都先做好个人的交友列表 可以编辑自己的头像 换造型 换名字 跟获得自己专属的URL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第一步 然后谢谢大家到这里来 中午记得吃饱哦 谢谢 好 谢谢秉玲跟Johnson 好 那大家如果对于就是想欣欣 辟谣有兴趣的话 那大家欢迎也留下来 然后就是加入他们的专案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吃饭吗 嗨 哈喽 有听到吗 你要介绍你们的专案吗 好啊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荧幕 看一下 看一下 不对 好没关系 好 先分享一下我的荧幕 大家有看到我的荧幕吗 有 有 好 那我们 那我们这里是Wikidata的主要 主要是Wikidata的编辑 那我现在在编的就是 我们Wikidata跟水利署合作的专案 就是在整理一些合串的资料 等等 那这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会把水利署公布的资料呢 变成表格的形式 那因为这边现在目前有点算 呃 后台的资料 所以看起来不太像表格 对 对 那 那 那我看一下别的分页 那这就是水利署公布的核串资料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连结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的介绍 好 有人有问题想问的吗 好 好 好 -OK,好,抱一下我的狀況 -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一下嗎? -好,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要往... -剛剛Peter有這樣回來,我們回去他的... -嗨,Peter -你來介紹你的狀況嗎? -哦,好,大家好,我是疫情疏困方案資訊會整的Peter -然後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我在把我們疫情疏困方案的相關資訊丟到我們的... -應該說我們現在的疏困方案資訊已經差不多整合了一些東西了 -只是要怎麼把它更細分是一個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因為你的...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想要讓大家能夠在網站上去調查... -根據你的身份,譬如說你是一個中小企業族 -或者是你是一個農民,或者你是一個勞工 -然後你可以根據你的身份去查到適合你的狀況方案的資訊 -那因為我們不可能中央的資訊大概會整完畢了 -只是我們地方的資訊的話,因為地方政府它其實... -不同的地方政府它可能根據不同的族群都會有各自的族群方案 -所以它變成是說你要如何把這個資訊整合在一起 -然後讓需要這個資訊的人能夠很快的找到這樣的一個資訊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們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目前的狀況就是我們在幫我們縣市政府的資訊呢 -把它放到HackMD上,我們就沒有已經放到HackMD上面了 -然後我們是把它加上了一個導流的概念 -就是你到這個網站上面,然後你選取一個縣市的話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導流到HackMD上面的一個欄位 -就是各縣市政府的欄位 -然後我們現在在幫各縣市政府的部分加上標籤 -就是譬如說縣市政府的紓困桌子裡面 -譬如說台中縣紓困桌子裡面有包含中小企業主 -然後有包含休憲農場,有包含觀光旅遊業,有包含農民 -然後那我們就把這個四個標籤都加在 -就是那個網站上面,那加在那個網站的後台的 -那個AppTable的標格裡面,那加在那個標格裡面之後呢 -那使用者在搜尋的時候就會一目瞭然的看到說 -那這個縣市的紓困方案的紓困措施,它是可以看它包含到 -哪些族群,然後還有包含到什麼樣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去讓使用者去知道說,那他自己如果是在這個縣市的居民的話 -那他是怎麼樣可以去申請到這些資訊,或者是他有沒有 -是落在這個紓困方案資訊方案的地方政府的縣市政府 -紓困措施裡面的一個族群裡面,大概是這樣 -對,這是我們目前今天在做的事情 -那今天的目標應該就是把各個縣市政府的部分先把它標完這樣 -那其他部分就6到5之後,或者是等到下一次我們討論之後再說 -大概是這樣 -好,那謝謝Peter,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對於就是政府的紓困方案資訊成立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大家就留在Peter的這個專案間,然後就和他一起進行討論 -然後下一站,下一站在哪裡?我看 -應該是... -坑主跟著你的前路 -應該是... -欸,有嗎?有,有 -f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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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歡迎大家光臨 -對,其實我覺得... -我今天也是到處遊蕩 -很多坑,很愛跳坑 -我無賴在pulingv磨了數年 -然後每次提案都不一樣的坑 -然後今天的呢 -給大家一些小任務,就是也歡迎參與 -這個任務呢 -第一個就是我有這個SkellJ this idea -就是你可能在新參的話會認為 -下個關鍵字也是 就是可能要想個老半天 但是就是邀請大家一起來做這個 我們只要三個emoji就好了 三個emoji來去update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我們今天在使用的這個gather 就是貼三個emoji上來 然後就很高興的就是完成了這個坑 我開了一個小坑 然後這樣目的就是讓大家對好玩而已 我的坑都是比較輕鬆一點 就全程來聽下來的話你可能覺得 這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但其實就是我的一個小小行動 也是邀請大家一起來做一些 在你潛藏在你心裡面 那麼一個淺淺的一個想做的行動 第一個就是這個emoji來描述你自己 第二個呢待會兩點半 邀請大家一起來活動身體 相信一下已經大概可能都肚子餓了 但是為了讓我們可以吃更多美食 你們就是來運動一下 這是我今天的第二個行動 是希望大家可以來活動身體 就是這麼簡單的介紹 歡迎跟我深入聊 我最近在準備健身教練的執照 就是也歡迎認證 歡迎就是聊聊 就是關於你對身體的探索 那我前陣子呢也有累積一些文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都可以深入的聊聊 謝謝 酷耶 好那如果大家對於就是聊健身的話題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就是留在這邊跟Fly進討論 OK那謝謝Fly 謝謝 那來到... 好那我幾首座要衝進來了 對 可以 快速我玩就是明天的... 明天要做的空間在這裡 就這樣 哇了解 好 嗨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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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我先把我們的共筆又丟在了 Chat裡面 歡迎大家參考 然後也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在幹嘛 就是今天我們 呃... 就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不是已經有很多預約系統嗎 像比如說就是唐宗現在在做1922的預約系統啊 然後醫院也會有他的預約系統啊等等 衛生局有自己衛生局的系統 沒錯衛生局有自己衛生局的系統 所以我在想的是其實系統很多沒有關係 就是他那大家能夠找到這些地方好好的預約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是 類似口罩地圖然後做一個疫苗地圖 裡面好好地去整理說到底有哪裡什麼時候 然後還剩下多少名額 然後像比如說 呃... 如果可以講剩下多少名額的一個好處 就是我不用一個一個點開去一個一個被拒絕說沒有名額 然後到時候才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地方等等 就加快讓大家可以更容易地去預約到 然後好好地去打疫苗 不要因為找不到打疫苗的地方就放棄了 然後想說再等等看 那... 嗯...就是有一些資訊是已經找得到的了 有一些資訊是我們還不確定要怎麼找到的 像比如說 嗯... 像是什麼呢 讓我看一下我自己的公筆 像比如說預約狀況 就到底還剩下多少名額啊 或甚至是說這個地方 他施打的疫苗的種類是什麼樣子的 嗯...等等的 所以... 我現在跳進就非常detail的地方 然後另外... 哦... 然後在公筆裡面 大家其實如果去看到就是前行提到那些地方 就是有一個白板連結的話 其實我們在昨天晚上也有討論 嗯...各種... 就是這整體而言的疫苗施打的那個流程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才找到說好 其實我們好像最...最好的一個切入點是前端的這個資訊 也想要給大家這個背景資訊 嗯... 然後我們今天在這邊的有一些蠻...蠻能幫助推動的一些人 像夭夭 他是... 我們衛生... 啊... 我一直常常不知道到底是衛生局還是衛生... 衛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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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嗯... 對... 然後提摩他是台大醫院的醫院系統的... 裡面的重要的一個任務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也蠻從細節在討論說這些事情可以怎麼做的啦 那很歡迎大家一起參與討論 我們今天會主要想要去討論出那些比較不好拿到手的資料 到底要怎麼去找 不管是想要透過爬充啊 還是乾脆真的去人工去一個一個爬 然後也想要討論一下那這個網站 現在有一些些的idea說到最後想要的基本功能 不管是去filter 一個人可以很方便去找到地點跟查看音樂狀況 或者是到時候資料呈現上到資料呈現哪一些東西等等的 那... 大概就是這樣子 剛剛其實有蠻多人有問蠻多問題 然後我們覺得好像是透過互相釐清的過程也蠻可以幫助大家進入狀況的 所以... 也很好奇就各位新手團的... 呃... 參觀人士 哈哈哈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 如果有問題的話史書可以提出來喔 直接開麥子給他問下去就對了 這樣子 好 那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那就等一下可以再回來 歡迎還是可以回來聊聊 等一下就可以回來這樣子 好... 那非常謝謝SL二代坑主 Vex.Taiwan二代坑主 好...那大家如果對於就是疫苗施打預約平台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隨時留下來 那... 那就算就是今天... 今天就是... 可能就是... 嗯... 嗯... 不知道可以聊出什麼東西 但是至少我... 我相信就在這邊跟這群這麼酷的人一起聊天一定會有什麼收穫這樣 好... OK... 好... 我現在突不去 好... 好... OK... 好... 謝謝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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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到了就是... 十一號 嗨 好... 看起來這邊應該就去吃午餐了 那我也不太確定 好... 我們看一下其他人有沒有那個... 好... 我現在卡在裡面了 這樣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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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如果大家剛才有聽到... 就是有聽到我們講的話 我們簡單來講我們就想要做一個... 中立或者多立場資訊的一個平台 那如果我們今天把資訊分成... 幾個階層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要先截取資訊 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是我們需要對資訊去下... 那個某些屬性 某些立場的屬性 舉例來講它是... 民進黨... 它是國民黨... 它是資方... 它是勞方... 它是左派... 它是右派... 或者是... 各種不同的立場的屬性... 那第三個呢... 我們才是對這些... 有屬性的... 那個資訊去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運用... 那我們希望的目標呢... 就是因為... 第一個當然我們希望說... 藉由我們這樣的一個專案呢... 我們可以... 讓大家可以看到... 非同溫層的一些資訊 因為我們現在傳統的狀況是... 大家看IG或看Facebook 你都只會看到... 那個你同溫層的資訊 因為演算法就是將餵食給你 然後你就乖乖吃... 那如果今天我們去Google搜尋... 我們想要找個相關的... 那也一樣... Google演算法陪你的東西... 就是符合他們自然搜尋... 權重的資訊... 所以你只會看到聲量比較高... 或者是說... 公關公司... 有找公關公司做的一些資訊...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藉由資訊節去把一些... 可以去除這些... 就是這些演算法... 讓你看到所有的資訊... 然後你可以對... 看到不同立場的資訊... 那第二點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這些立場的資訊呢... 你可以讓你跟不同的... 同溫層的人去聊說... 原來這樣的一個文章... 你看到的文章... 他看到的文章... 還有這些什麼文章... 他們的立場屬性可能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講... 它是一個溝通的一個... 方式... 但我們不確定他有什麼... 可以怎麼樣去... 真的去說服對方... 因為每個人因為有自己的利益... 有自己的價值觀... 所以不一定可以說服對方... 但至少它會是一個工具... 讓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你至好可以拿來運用... 不管是你要看不同立場的資訊... 或是你知道說... 原來你看到的資訊... 它有什麼樣的立場屬性... 或者是說... 第三... 或者是說你今天... 跟不同同溫層... 在溝通的過程中... 聊天的過程中... 你至少可以拿出一個... 我們這邊... 我們平台裡面... 所... 所顯現的一些資訊... 彼此聊... 聊聊看... 也沒有意思什麼... 而不是這樣說... 目前現狀... 大家看到都是個人... 都覺得自己... 立場很中立... 所以... 聊... 就是覺得... 對方總會這樣想... 這樣不合理的... 那... 所以我們簡單來講... 我們希望找的就是說... 第一個當然就是... 希望找工程師... 不管前後端案... 不管是語意分析... NLP的工程師... 然後... 去幫我們解決... 還有... 爬蟲工程師幫我們解決... 第一個部分... 資訊解決的部分... 或第二個部分... 資訊標籤的部分的一些... 呃... 程式的架構... 然後... 我們也找第三個部分... 需要... 怎麼樣去運用... 我們會不會去找一些... 非工程式夥伴... 或者是說... 我們在第二部分... 想要對立場... 做一些標籤... 那我們希望... 需要找一些... 呃... 關係社會議題... 關係政治的朋友們... 可以去... 幫我們的... 呃... 立場屬性的... 想助手... 然後去幫我們... 呃... 給他們... 給我們... 抓起來的一些資訊... 做一些... 立場的互動... 簡單來說就這樣... 嗯... 好... 謝謝Melo... 那...大家如果對於... 就是... 中立資訊方面的... 東西... 就是有興趣的話... 那大家就歡迎... 留到這個房間... 然後跟... 跟Melo討論... 好... 當然我們可以丟一個... 我們的那個連結好了... 好啊... 對... 嗯... 這是... 欸... 像Nearby大家看得到嗎... 還是我應該要留...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對... 然後... 大家可以去點這個... 然後可以加我們Line... 或是加我們的Telegram... 然後我們每週三... 的那個... 晚上九點半會開會... 我們原則上... 線上開會就是... 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來聽一下...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Melo... 好... 那剛剛好像... 開月人新手村的... 公主好像回來了... 然後我又被困在裡面的... 留下... 好... 我現在... 我現在要出不去了... 哈哈... 好... OK... 嗨... 嗨... 好吧... 應該是我看錯了... 他們應該是說就是... 等他們回來了之後... 還沒跟你跟我講...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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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安... 那你要跟... 你要跟大家介紹... 你們的專案嗎... 你們的專案嗎... 那又是... 歐... 嗨... 是... 是... 好... 我們是... 我們是... 專案團隊... 想跟大家... 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PTT發展目前已經是第25個年頭... 那在台灣目前有數百萬個使用者... 那也由於PTT是採用BBS的架構... 那這樣的使用者介面... 對新使用者的進入門檻很高... 那除此之外... 也由於... PTT近年開發維護的人員很缺乏... 所以我們目前面臨許多... 現在社群碰到的挑戰啊... 好比說仇恨言論啊... 不實訊息... 或者搜尋... 有價值資訊等方面... 我們目前都難以開發... 對應的新功能來應應... 那目前計畫透過GNB這個環境喔... 向社會大眾徵求幫手... 那我們目前希望透過開發APP的方式... 來重新改造PTT這個平台... 那我們來嘗試去解決過去無法解決的問題... 那PNR以及開發的重心上... 也會慢慢移向這個新開發的架構... 那目前我們的團隊有分... IOS的團隊... 還有安卓團發UX... 以及中台... 那歡迎對社群開發... 或運作有興趣的夥伴們... 一起加入我們這個團隊... 那如果你沒有任何開發經驗... 然後不會寫Call... 那也很歡迎你... 以一般使用者的角度... 給我們寶貴的建議喔... 好我的介紹就到這邊謝謝... 好謝謝歐酷謝謝... 好然後我現在又出不去了... 就是可能要請大家幫忙一下... 哈哈哈哈... 這個然後先解決一下... 就是跟隨這個部分... 好謝謝謝謝謝謝... 好OK那如果大家對PTT的APP... APP開發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隨時留在這個房間... 然後跟看主廷討論...OK... 來一下就是新手村... 回來了沒有... 好吧看起來是還沒有回來... 那現在時間大概是12點11分... 那... 好OK... 大廳這邊來... 那就是以上... 大概就是今天的專案... 有關的介紹... 雖然說就是新手村... 剛剛好像就是沒有... 沒有回來這樣子... 有點可惜... 然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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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那... 在結束之前... 還有一個東西想要...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樣子... 那就是在後面的這個地方... 看Magic然後點擊X... 然後你可以發現... 就是你可以在那邊... 領域就是... 去音樂第一顆虛擬徽章... 很酷喔... 就是一個NFT的會長... 然後就是... 裡面所有的領取說明都在裡面... 然後就是... 就是你可以... 就是點擊X... 然後就是在裡面... 就是... 創辦一個... 以太幣的錢包... 然後就可以就是... 收藏... 就是... 這一次... 第44次世界最危險... 黑客送的... 專屬虛擬币... 對不對... 虛擬代幣... 對這樣子... 好... 那...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很感謝大家參與... 那今天的新手導覽團... 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 耶... 謝謝豆腐... 不會不會... 給愛心... 好... OK... 那... 好... 大家應該要去吃午餐了吧... 應該吧... 可以上傳午餐的照片到... 對... 大家可以上傳午餐的照片... 等一下在食物群那邊... 會有大家的午餐照的那個展覽... 好... 好... 那我也要去吃午餐了... 那大家再見...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豆腐...